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82年时呢 五人第一次在Copco湖拍了一张合影 此后他们决定每五年都来这个地方 再拍一张同样的合影 同时在拍摄时 他们尽可能地恢复当时拍照的样子 这个好朋友之间的约定 直到他们死去才会被终止 35年来 这五个人一直在坚守这份约定 2012年时呢 这五人拍摄的照片在网络上疯狂走红起来 其中一位好友说呀 他们五个人当时都震惊了 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结果 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 2017年的今天 他们再次因为大家彼此当初的这个承诺 再度走红 日本新时经穿钉的火车站的柴犬站长拉拉 最近通过社交网络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关注 但这个动物站长在日本并不是首例 比如一只叫多摩的猫 2007年被任命为一志川站站长 2006年为了节约成本和隔山电铁在柜志川沿线 安装了自动化的系统 取代人力当值系统 铁路部门官员选择当地企业主为名誉战场 并且获得了零售商小山俊子的支持 他同意让猫咪在柜志川沿线当值 另一个被任命为站长的是一条毛茸茸的名为 哇扫的白色秋田狗狗 因为他的另类丑样和可爱的神情 已经是在日本享有名气了 哇扫是北部青森县站的理想选择 被认为非常适合宣传当地的旅游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走平单为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会咯